哈喽,今天的不专业香频为你带来的就是Boteka Veneta他们家的同名系列的香水评测分享 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的话,欢迎你,我是Chloe 这是一个专注香水香粉蜡烛,所以与香气类产品有关的频道 如果你和我一样也是一个香气的爱好者 那就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我每周两次的更新咯 Boteka Veneta他们家的同名香水系列呢 是我觉得一个非常中性的 它虽然有分男香女香,但是我感觉不管男生女生 穿他们的男香女香都是毫无负担,非常适合的选择 再来,它是我心中觉得很棒的皮革调香水的一个系列 是那一种你不是很喜欢皮革调的香水 你刚刚想要尝试皮革调的男生女生们都很适合很值得去发掘的一个香水系列 那今天呢我会来分享到两款女香和两款男香 那一样我会按照他们的推出年份来聊到这四瓶香水 首先来说的是2011年他们推出的这一 Boteka Veneta同名女香 这瓶真的不需要说是女香 男生穿完全没有问题啊 我身边那一位完全不懂香水的直男 我问他这瓶香水你会想喷吗? 他也说完全OK啊 所以我真的不觉得它有任何性别的特质在里面 而这瓶香水呢也是引起了我对这个系列兴趣的一瓶香水 也是我个人第一瓶皮革调的香水 这一瓶呢已经是我的第二瓶了 我买他们家的第一瓶呢 当时好像没有那么小的尺寸的 是比较大瓶装的 然后我用了可能三分之一吧 我另外一位女性朋友 她竟然说很喜欢 然后我就送了给她 她也是说这瓶香水让她惊讶于 她原来可以穿皮革调的香水 这瓶香水啊 我记得我当初闻到的时候 我一闻到她 我觉得哇 品牌选她来当做同名香水 实在是太太太贴切了 因为这瓶香水啊 真的就很好地还原了 他们家店铺的味道 就如果你有去BB他们家逛的话 无论是他们的就是包包区 还是他们的衣服区 整个店里面泥漫着的 我觉得都是这一个气味 至少是我印象中 我觉得很能代表他们店铺的气味 它是一个夹杂着明确花香调的皮革调 香调一开出 你会闻到一个几乎没有酸色感的香柠檬 再加上粉红胡椒的气味 接着是里面的茉莉花香 而这里面的茉莉花香呢 我感觉它是不能说是配角 就是二线女主角吧 皮革调才是这瓶香水的主角 但是这里面的皮革调完全不是 你想象中那种很男性化的 新沙发新皮衣新车里面的那种 实打实的皮革调 我觉得这里面的皮革调像是那种小羊皮的皮外套啊 小羊皮做的包包啊 那种你摸上去非常柔软的上面像奶油般触感的 婴儿肌肤的那一种皮革的皮革调 它是没有那么野性的 然后它是有着一种成熟知性的女性化特质的 那个皮革调柔和着花香气 还会有着一个女人味 而这个女人味呢 它不是那么柔弱的那种温柔型的女人味 而是一个你看着它尽管打扮或者妆容各方面很女生 但你知道它有着一颗坚强的内心 你知道它里面是有自己逐渐想法的女生 身上会散发的气味 而且它是一个很精致 对生活很有要求的女生 她买的她用的东西都是质量很好的那一种 在她身上总会隐隐的飘出一个低调的奢华感 而这个我觉得和BV的品牌形象就非常的搭 是那一种并不会把logo全部给你看 但你用到它产品摸到它产品 你还是能感觉到那个精致度还有那个质量的 如果你是这一类型的女生 或者你想要打造这一类型女生的形象 我觉得BV他们家的这款同名女香呢 真的很值得你去闻闻看 接着就是2013年他们推出的这一款同名男香 而这一瓶同名男香呢 我感觉它也是非常中性的 不过呢 硬要我说的话 它的确是今天会聊到的四瓶香水当中最偏向男性化的 我觉得这一瓶很适合精致男生们 不管你的年龄是什么 你很年轻也OK 你是一个超过60岁甚至70岁 只要你打扮精致 你还没有完全放弃自己 你还是很注意自己生活品质的人 这一瓶依然会非常适合你 它是一款带有绿色草本细味的皮革调 香气的开出是一个很清新的香柠檬 再加上草本气味的松素杜松子的绿意 而这个绿意呢 会是在你刚刚喷上就已经能明确的体会到了 过了20分钟左右慢慢延续下去 冷山素快乐素微草 这一些富奇的香调也会出现 出现以后呢 整体你会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干净的 而且带有轻微皂感的一个气味 给别人塑造到一个整洁干净 你穿的衣服都特别笔挺的那一种形象的气味 它的背后还会隐隐的有着一个疏后水的感觉 就你会觉得这个男生刚刚打扮完 清洁完 走出来 那一个给到你的那种洁净感 有点像是你靠近你男友 你的另一半 或者你的爸爸 嗅到的那一个男士护理产品 残留的那个气味 那在这一堆绿色的富奇香调 一直发酵的情况下呢 延续到了大概三个小时左右吧 越往后这瓶香水的皮革调就会越来越显现 这里面的皮革调呢 会搭配着广阔香出现 所以呢 它会是一个 我觉得有一点粉尘感觉的 有一点成就感的 会有一点点像 崭新的黑皮衣 但这个黑皮衣不是牛皮做的哦 它还是那种很精致的柔软的 小羊皮做的 黑色皮衣的那种皮革调 不管你是那种酷帅的打扮 还是西装笔挺的 上班族 这一瓶都会很适合 而且我觉得它是一个 记忆点辨识度很高的 给人家非常好印象的一瓶南香 如果你再寻找一瓶适合你的南香 或者想要换换口味的话 给它一次机会 虽然它不是热卖的南香 但是给它一次机会 好好去感受一下 我相信你会有惊喜的 好 下面来说 2016年他们推出的这一款 Aromatic的南香 这瓶呢 我真的无法说它是南香 因为我自己个人 作为一个女性就很爱用它 尤其在春夏天 它是我心中一个 很有气质的 绿色草本调的气味 如果你和我一样 很喜欢大树木 大森林的气味 很喜欢冷山树 那种针状树叶的绿意的人 那这瓶香水 很值得你去闻闻看 我感觉在春夏天 它也会成为一款 你很爱用的香水 同时我觉得它也会很适合 那种比较文青挂的 酷酷的中性打扮的女生 去穿的气味 有一部分的女生啊 不喜欢任何果香调 也不喜欢一些花香气的香水 他们只想找一些 木质调比较明确的 或者清新调的气味 那我感觉它就完全符合 你的标准了 这瓶香水刚刚喷上的 10分钟15分钟 柑橘调是很明显的 是一个 是一个 果汁迸发的 然后酸度比较明确的 一个柑橘调 接着 这瓶香水就会进入到 里面最最主角的松树 增状树叶的绿液 还有这种树干的 那种木质调香气 一直延续到这瓶香水 在我身上 四个小时左右吧 完全消失的时候 越往后呢 这瓶香水 还会有着微微的一个皂感 这个皂感会给你提供到 很强的洁净感 还会有着一种 粉粉的调调 让这一款清新调的香水 多了一个层次 也让这一款 cologne型的 骨龙水形态的香水 持香能力 增加了那么一点点 而且我必须说 如果你是很喜欢 或者之前有在关注 Bottega Vanetta 他们家的那个 高定的系列 里面几款 也是这种绿液的 松树的 冷山的 或者这种 增状树叶 绿液为主打的香水 那这瓶呢 我不能说是一样 但会是那一路的气味 但是那一些香水 要比它贵上好几倍 所以我感觉 其实它是一瓶 性价比很高的香气 尤其是松树为主打的香水 这种增状树叶为主打的香水 在市面上并不是那么多 更准确的说是 不搭配着 富奇香调 出现的香水 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很独特的存在 喜欢绿液 森林调的香水 那就不妨去体验一下咯 最后呢 就来聊到 2017年 他们推出的这个 Veluz 天鹅融之水的 这一瓶气味 这一款呢 是一个 我觉得在他们 同名女香 的一个基础上面 做了一个 更为女性化 也更为性感的 更适合约会的一个气味 基本上你一喷出来 你一闻到这个香气 你会很好的 你会马上确定 它是来自同一个系列的香水 但是这里面 花香气的比例 提高了 里面的茉莉 里面的玫瑰 是一种气场 更为强大的 更具有侵略性的 一个花香气 如果你是晕白花的话 我觉得这瓶你会晕 所以有兴趣的话 一定要先去试香 那除了花香气这部分 被强烈的放大了以外呢 它还在这瓶香水当中 添加了两个很主要的香材 一个是粉红胡椒 所以这瓶香水呢 有着一个明确的辛辣感 它是一个女性化的辛辣感 是一种没有抑郁风情感觉的辛辣感 另外呢 就是放入了很明确的 带有酸度的血色离子的那个香气 这里那个血色的离子啊 我觉得它成熟度并不是那么的高 但是就像它的瓶子颜色一样 就是那个颜色很深邃 酸度还是有的 然后水分感也是强烈的 让这瓶香水呢 它女性化特质又提升了一些 所以要我说的话 这瓶男生穿当然是没有问题 甚至我觉得一些 就是很敢去打扮自己 就你知道敢穿一些不同材质颜色西装 衣服的男生 我觉得喷这个也会很有魅力 但是它的气味的确是传统意义上 更适合女生的 那这里面的皮革调呢 依然是像他们同名女香一样 是那种柔软的奶油般质感的 小羊皮的那种皮革调 只是这里面的皮革调呢 会比起同名女香这里的 要更明显一些 这样说好了 就同名女香呢 它会像是一个妆容比较素雅一点点 然后呢打扮精致 用的每样东西呢都很低调 但过着很高品质生活的女生 而这一个呢 它会像是妆容更艳丽一点 甚至是敢于涂一些夸张的唇膏颜色 衣服的装扮也更要性感一些 全身上下都不自主的散发着 一种妩媚感觉的女生 身上应该有的气味 而我觉得这一瓶Veluz 天鹅绒之水的气味呢 也是一个相对来说 更适合秋冬一点 或者夜晚去约会 使用的一个带有莓果香调 皮革气的香水 好影片最后呢 当然在几个常规的标准线上 为这几瓶香水来打一下分数啦 先说持香能力和扩香能力 这四瓶香水我尝试下来呢 除了他们这个Aromatic 是Cologne的版本嘛 所以它的持香能力在我身上 也顶多是三个多小时 但除了它以外 其他三款呢 在我身上都可以去到六个小时左右 而扩香能力方面呢 同名女香还有Aromatic 这两款呢 是属于那种比较低调型的香水 你喷上了一个小时之内 肩并肩的距离 是很清晰能闻得到的 但是一个半两个小时之后呢 我感觉别人真的要比较靠近 才能闻到你的香气了 相对的他们的同名男香 还有Veluz这一瓶香水呢 他们的扩香性就要更好一些了 一个半小时之内 伸手的距离 我觉得香气都是非常清楚的 接着就来说 他们的大众讨好度方面了 这四瓶香水 我觉得大众讨好度最高的 应该是Aromatic这一瓶吧 相信无论男生女生 都不会对它抗拒 然而另外三瓶呢 我个人是真的觉得挺喜欢的 我也非常建议 你平时不怎么敢尝试皮革调的人 去试一下他们 但是皮革调的气味呢 真的就不是人人好的气味 所以我不觉得他们大众讨好度非常高 只是如果在皮革调的香水里面呢 我觉得他们的大众讨好度 就是相对比较高的一个系列啦 那最后说到创意度上面呢 这个系列的创意度 我觉得不赖耶 至少四平四下来呢 都是很不一样的 各自能代表着一个族群和形象 所以我感觉这个系列推出的香水 还是有诚意想过的啦 那在香材的搭配气味的创意度上面 我觉得五分满分的话 三分半 接近四分啦 我觉得可以给到 因为虽然我不觉得他们是非常猎奇的气味 我甚至觉得他们气味很容易接受 但是我感觉能把皮革调做到容易接受 吸引到一些平时不敢用皮革调 不喜欢用皮革调的人 去喷上用上去尝试皮革调香水 我觉得他们是有贡献的 是值得被看见的一个系列啦 好这个呢就是这一次Botega Vanetta 同名香水系列的四款香水的对比评测分享 不知道你有没有闻过用过这一个系列的香水呢 或者有没有哪一些皮革调的香水 是你觉得很容易接受 或者推荐给我们大家 那就记得要在留言栏跟我们分享种草 让我们知道更多咯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影片 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赞订阅并分享我的频道咯 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再见 拜拜